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整内阁 七张新面孔的加入 以及40%的席位被女性占据 成为新内阁的最大亮点 不过 之前因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人权风波中撰文发声 被批偏袒中国的陈国志不再担任公民移民厅长 而指任国际贸易厅长 新内阁添加了三个厅长席位 分别是国际贸易厅长 住房事务厅长 基础设施建设厅长 这也使得内阁人数增加到了30人 在安省历史上 这一规模仅次于1985年33人的米勒内阁 尽管韦恩及其身边人士尽量淡化了内阁调整 与2018年选举的联系 不过 舆论依然认为 韦恩此举是在为2018年铺路 大内阁与竞选前景的关系到底如何 还得往回找找答案 1985年 米勒组成空前绝后的33人大内阁 可是四个月后 即被自由党和新民主党人联手必到辞职 同样是30人的皮特森内阁 在组阁后也输掉了随后的选举 看来 在安省的政治历史里 组一个庞大的内阁似乎并非良策 这烟酒伤身是不少人劝阻亲朋好友戒烟戒酒的理由 不过 如果身体遭罪 吓不到你身边的有烟酒恶习的人 那么 不妨拿钱包遭殃来劝劝他 加拿大男性健康基金会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在考虑了烟酒成本和人寿保险等费用后 一辈子算下来 竟然会耗费一个人860万元 因此 借烟借酒不仅有益健康 也有益荷包 比如一个人每天抽烟40根 饮酒5杯的高危人士 在戒掉恶习后 一生可以省下110万元 如果将这笔钱在30岁至75岁之间用于投资 那么潜在的投资回报则高达惊人的860万 中国人有个不太好的习惯 年轻的时候不爱惜身体 攒了一辈子的钱 到头来全花在了治病就医 吃药盐寿上 其实 不妨参考这份报告的建议 把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趁早纠正过来 既养生又养钱 好 再来把目光转向欧洲杯 开赛以来 球迷之间持续的暴力冲突 成了令法国头疼的问题 在德国队与乌克兰队的小组对抗开赛前 50多名德国足球流氓 在里尔车站附近袭击乌克兰球迷 之后陷入混战 拳头 酒瓶和烟雾弹四处横飞 冲突现场甚至有人喊出极右口号 并挥舞纳粹旗帜 而此前的英俄大战要比德乌冲突激烈得多 第一场比赛还没开始 双方球迷就在马赛街头连续斗殴了三天 到12号的比赛 双方1比1占平后 更是直接在看台上演全武行 一些俄罗斯球迷甚至随身携带着护齿 拳击手套 匕首 烟雾在场内弥漫 而恐慌的球迷则纷纷逃命 除了这新闻里看到的四个国家 也有一些波兰 法国 克罗地亚 北阿尔兰的球迷 卷入到足球暴力中 不过和战斗民族俄罗斯的球迷相比 就是小五箭大乌了 所以欧足连也不得不对俄罗斯的球迷喊话 再闹啊 就直接取消俄罗斯队的比赛资格 好 再来看一条军事动态 瑞典斯德格尔摩和平研究所 今天公布了全球最新的核武发展情况 报告以2016年1月为观察时间点 称全球共拥有15395枚核弹头 比去年减少了455枚 其中4120枚为部署状态 在所有核武国家中 俄罗斯以7290枚核弹头排在首位 美国有7000枚位列第二 两国总和占全球核弹头总数的93% 中国以260枚位居法国之后排名第四 不过 对于这一数据 中国军事专家表示 本国的核弹数量至少为英法两国的总和 虽然全球拥有的核弹头总数在继续减少 但该报告对世界核财军前景表示悲观 因为不管是莫斯科还是华盛顿 都拥有广泛且昂贵的核武现代化计划 而其他核武国家或在部署新的核武运载系统 或即将这么做 发展核武这事儿不是环保主义者 或者和平主义者的三言两语所能劝阻的 核震慑将一直存在 不过我觉得吧 这里头 朝鲜那十枚弹头的威胁是最大的 因为 指不定就打偏了 看完了新闻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生活资讯 游家中友谊发展促进会和加拿大环球华语电视台 共同主办的《上海平坛团走进加拿大多伦多》专场演出 将于7月4号在坐落于Steels和Leslie的 湾井高尔夫会所举行 对平坛艺术 传统戏曲感兴趣的观众 千万不要错过 最后再来关心一下油价和天气 汽油明天保持不变 依然是105.9分每升 天气方面 多伦多明天局部多云 最低气温16摄氏度 最高气温23摄氏度 环球新闻每日报 热闻资讯全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和精彩内容 请关注CGCTV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上海平坛吗 这个我没有听说过 那个时候是我和我几个朋友 一起去周庄旅游 然后就听到一阵阵的那种 有香愁气息的声音 就这样传到耳边 就黏黏不绝觉得非常好听 我第一次听到平坛的话 听的是盛晓云老师的音音拜月 然后听了之后就觉得 自己非常喜欢这种艺术形式 当然我本人是听不太懂这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 它有很大的艺术的沉淀在里面 出了国真的就没有这种机会 去了解到国内的那些传统文化的这些精髓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然后让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 可以去更加了解到我们国内博大精神 丰富多彩的这些艺术形式 也是希望这次借这个机会 能够身边的一些华人朋友 能够都是带上自己的爸爸妈妈 然后爷爷奶奶一起过来欣赏 然后加入我们这个平坛的大家庭中 我觉得这种传统艺术 要为年轻人所接受的话 它其实也应该要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 然后以年轻人更接受 更符合他们审美趣味的 这样一种形式来呈现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像 上海平南团到多伦多来演出 这样一种到海外交流的方式 也是让这种传统艺术 走入到海外学子的生活当中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传播和推广的方式 我想我应该会和我的朋友们 一起去看这个演出 我问也越怕越怕没花问门门 我母乘的游月末